大家晚上好 感谢大家收看周四晚上的网课 刚刚呢是欧元区又公布了一个数据 所以呢我们就要看一下欧元区的这个数据公布之后 然后图形上会怎么走 我们先看一下欧元对澳元 没有什么太大变化 那么欧元区的这些数据呢 短线来讲的话变化并不是特别大 八点整公布的 但是呢上涨下跌幅度都很小 所以说可以忽略不计 因为它的这个影响的这个指数啊 也只是两颗星 所以说呢 这个呢就是我们目前每次交易交易啊 之前咱们都要看一下的新闻 看一下今天发生了哪些重要的新闻 一般咱们作为华人在澳洲工作 或者国内工作的时候呢 晚上到家之后会比较有时间 比方就是八点钟 大家看电视觉得没有没有什么意义 或者是比较无聊 那么可以去做一些晚上欧盘的一些交易 那么这个时候呢 欧洲官员的讲话一般就会比较多 那么英镑对美元 我们看到再度走高至1.2832 啊 所以说呢 英镑这个大行情的机会啊 我们也是提示过很多次了 就是下半年的大机会嘛 英镑算一个 另外呢 目前我觉得还有石油可能算是一个 所以呢 英镑的这个终于是最终大幅的一个上涨 我们看一下英镑的走势 今天呢 英镑是振幅非常大 昨天呢 也是非常大的 昨天晚上我是盯了一会儿英镑的这个交易盘 啊 昨天晚上一会儿上涨 一会儿下跌 大家可以看一下 基本上是非常的啊 妖娆 如果是大家资金足够的话 其实呢 最终都是能够获利的 因为不管他怎么震荡呢 他总会有一个 比我们买入价更高 或者比我们做空价格更低的位置出现 那么这个时候呢 我们就是赚钱的时候 如果大家用的杠杆太大的话 那就赚不到钱了 因为承受不了那个风险 比方说我们在开盘的时候是这样啊 先涨后跌 对吧 然后又涨又跌 那么两个底部出现之后呢 他就基本上英镑是暂时撑住了 那么昨天晚上也是公布了很多的消息啊 欧元的官员呢 和英镑 英国方面的官员 讲话 讲一句 然后涨一下 讲完跌一下 涨完又涨跌 涨跌 涨跌啊 最神奇的是在这个位置 这个位置是一分钟上涨 一分钟下跌 振幅非常大 大家可以对比这边看一下 到底是振幅是多大 是一点二八五零 那么下方呢 是一点二七三零啊 振幅超过一百点 一分钟上下 我甚至都以为市场失控了 或者是是不是软件啊 软件坏了 那么英镑目前的走势呢 还是一样的 大家只要是有消息出现 那么就是顺势而为啊 顺 追涨杀跌是完全可以的 因为他的单向震荡 比方说这里 这里都是比较高的 所以呢如果我们在家里 有时间能够盯盘的话 他的下跌幅度都是比较大的 当然了如果他的下跌幅度 大家看一下 如果是超过一百点 对吧 往往都会有一个回调 那么再上涨 再下跌再上涨 那么这个幅度呢 大家再拖过来看一下 上边的是一点二八七 下边的是一点二七六 大概也是一百点 所以呢英镑上涨和下跌一百点 在这样不明朗的一个行情里面 就是大家反向去买入 或者卖出的一个机会 包括在这里 大家看一下现在是一点二七五零 那么这个位置呢 是一点二八二零 还有一点二七五 大概呢是七十个点 那今天的波动呢 可能比昨天要小那么一点 昨天一百点 今天可能就是七十点 所以呢 当回来七十点之后呢 我们又可以少量做空 所以呢 行情就是震荡行情 但是呢单边 这个风险就比较高 所以说大家可以根据 目前英镑的一个走势 判断出自己 属于自己的一些交易 策略和机会 那么英镑从一点二零 最低点啊 一路上涨到现在 也是将近有八百多点的涨幅啊 短短几天的时间啊 十号 九号 九月二号是最低点 一点一九九 到现在十十五天的时间 两个星期 所以呢 这个涨幅是非常大的 那么英镑再往上的涨幅呢 其实就显得不是那么有力量了 因为越往上 它的价格越高 那么上涨了这个需求和动力就越高 因为买入的人会越来越少 还有一个呢 就是看到了这个道琼斯指数啊 道琼斯指数呢 目前呢 在两万七千点啊 一直上不去 目前呢 一直是在两两万七千点徘徊 因为美股啊 它是有系统性风险 什么是系统性风险呢 就是你买什么股票都没用啊 整个大盘有可能是下跌了 最终 所以呢 我们画出这样两条线 上边呢 是阻力 下边就是支撑 所以呢 美国股市 还是有非常强的一个啊 下跌的可能性的 那么在两万七千一百三十七点 这个位置 如果是大盘下跌的话 它的支撑呢 第一个支撑目标价格 就是两万六千点啊 跌幅可能是一千点 这样呢 就是百分之五左右 大盘回调 这个幅度呢 是比较合理的 我们现在也 今天也看到了很多科技股板块 是大跌 科技公司呢 像Vistag都已经停牌了 啊 风险呢 也是逐渐在累加 一旦出现风吹草动 像afterpay 跌幅会非常大 非常快 很多人可能反应不过来 另外呢 一样的 同样的道理 今天呢 早上啊 我们这个 呃 知道了 Vistag呢 被调查了 啊 为什么被调查呢 因为财务造假 那么是什么时候出的这个消息呢 基本上是 呃 在今天其实很早啊 我们这个是17号 我画的这根红线呢 就是17号 今天开盘的时间 开盘价格呢 是六千七百四十四点 这是澳洲 两百指数 六千七百四十四点 那么中间还有一段一段反弹 反弹到六千七百三十五点之后 一路下跌 其实呢 我们知道的是Vistag呢 是科技股领域啊 龙头 对吧 这里 这里 那么我们就可以啊 知道他出了丑闻之后呢 就可以做空 那么今天呢 是下跌了一整天 对吧 因为科技股呢 里面Vistag 会拖累整个科技行业的板块 包括Footpay 包括啊 我们华人买了很多的Zip啊 或者是其他的APX等等 都会拖累 拖累之后呢 股票下跌啊 所以呢 我们可以通过类似的这种必然事件 去做空ASX200 降低我们的风险 或者甚至是可以赚钱 啊 或者是当时啊 如果是大家知道Vistag出现这种消息了 马上做空同类的科技股 也是可以的 做空股票也是可以的 如果很多人感觉不是很适应 所以呢 这个呢 就是大家以后可以注意到的 同样呢 大家如果是有任何的问题 可以在Question里面打出来 啊 然后呢 呃 我们就开始今天的这个内容 同样呢 还是金融投资啊 我们说是这个一般性的 一般信息 一般性建议 那么金融产品呢 它是有好有坏的啊 什么叫好的产品呢 就是你能赚钱的都是好的产品 对吧 啊 可能这个产品这段时间好啊 下段时间亏钱了 就又不好了 就跟感情是一样的啊 所以呢 大家可以注意一下 我们在投资的时候呢 啊 它的这个转换 那么这个呢 PPT啊 是之前的啊 我们的同事做一准备的 那么也是可以给大家看一下 那么在目前全球是富的利率的时代下呢 我们知道这个大家基本上不赚钱 把钱放在银行里面 所以呢 现在PPT里面正在放的呢 就是West Farmer啊 作为这种澳洲最大的现金奶牛类的公司啊 大家自己可以去看一下它的股价 富利率时代呢 或者是经济下滑的时候呢 West Farmer这种公司就会有非常强的一个优势啊 因为它的模式呢 盈利模式是大鱼吃小鱼的形式啊 它每天呢 都会有现金进来啊 因为它旗下有什么啊 有office work啊 有这些cash啊 这些公司 那么他把这些公司收购之后 每天创造出利润 然后呢 等半年一年 它的现金又多了 又多了之后呢 它又去收购其他的小公司 或者其他在经济周期下滑的时候 濒临破产的公司 这样它廉价买过来的资产就非常赚钱 那么哪些公司不行呢 就是它的啊 盈利能力很差啊 像这种reject啊 这些公司就不行 因为它是亏损的状态 那么澳洲除此之外呢 斯大行很多人也比较喜欢斯大行 有富同享有难同当 澳洲斯大行目前呢 股息回报还是很高的 但是呢 目前的股价很多人说是比较高 但是其实呢 同比于其他公司的这个股价 或者是同比于其他国家的银行股 那么本身来讲的话 它的股价还是比较低的 除此之外呢 还有现金流量比较多的其他的公司 但是呢 像旅业这一类的公司呢 我是不太推荐的 因为目前经济形势不好 大宗商品类的啊 它的股价呢 最终都会相应的下跌啊 或者是市场不太景气 所以呢 总之呢 大家如果是未来要买股票啊 一定要买现金比较充足的 或者现金流比较充足的 像CSL 从最开始推荐到现在 从不停的有人买入 卖出又买入又卖出 那么CSL的股价呢 基本上是涨到了今天是250块钱左右 6月份的时候呢 是200块钱 再往前呢 可能只有一百多 一直在涨 一直在涨 基本上呢 每次回调 然后又涨 又创新高 那么这个股票呢 它其实是非常核心的 它有极强的赚钱的能力 盈利的能力 所以大家一定要关注 像这种在医药行业中 有垄断能力的啊 有自己的核心技术的 并且这个专利可以使用未来几十年 那这些公司呢 它就会在未来经济不景气的时候 产生啊 更多的投资机会 这种投资机会呢 不是我们去投 而是让公司拿着公司赚到的现金流去投其他的项目上 啊 那么这种时候呢 就是我们需要去关注的了 所以呢 大家如果是想要抵御未来的经济下行的一个风险 那么几类啊 稳健型的 像医药类的啊 像零售行业里面的啊 都很多 包括奔赋啊 奔赋的这个红酒 对吧 茅台酒价股价创新高啊 澳洲的奔赋也不失落 一直在上涨 那么今天有人问到两个问题 一个就是WhiteTech刚刚也讲过了 就是出现了财务造假的这个丑闻 那么还有人问最近为什么石油和黄金的变化不大 石油的变化不大是确实的 但是黄金变化确实还是很大的 整体上来讲我们还是 宏观要分析 宏观方面呢 石油两个大经济主体 一个呢就是中东 一个就是美国 是两个大的产油国产油地区 那么石油受到的政治影响和经济影响 这个呢也要去分析 经济影响呢 就是现在经济全球都在下滑 贸易不景气 那么用到石油的需求量就会降低 政治上呢是中东地区不稳定 随时有可能开战 石油管道被炸 所以说呢 政治上让它上涨 经济上让它下跌 那么一个涨一个跌 基本上就是哎横盘了 所以呢 目前的石油价格就是不上不下 那么未来有可能引起石油价格上涨的动能呢 就是经济方面变好啊 股市涨的话 石油也会跟着涨 那么因为经济带动的效应就会更强 反之呢 如果是政治中东的政治稳定了 大家呢 这个谈拢了 做才好好谈话 那么石油的价格下跌的概率就大 所以呢 它的政治和经济的影响力是比较大的 另外呢 就是黄金 黄金呢 昨天是公布了消息 因为这个价格大涨至1490啊 一分钟上涨了5美金 随后呢 又缓慢下跌 今天呢 又是澳洲公布了数据之后呢 黄金反而大幅上涨 那么这样的一个情况下 就意味着在底部 1480附近会有大量的买盘出现 依旧是机构很多想买入黄金的 逢低买入啊 因为黄金上涨到现在 说实话 很多人还没来得及持有 手里没有黄金股票 没有黄金期货 也没有纸黄金 也没有食物黄金 所以呢 一旦金价跌下来的话 还是有很多投资者愿意去买的 那么这个就是黄金 这个图呢 是这个 技术分析图啊 非常的复杂 很多人呢 比较喜欢用技术分析 其实说技术分析呢 没有错 它是一个非常好用的工具 但是呢 这个图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大家在了解了一个技术分析的时候 我们把它加进来 加到不同的产品里面 你会发现每个技术分析的指标 在不同的产品 不同的时间点里面 它的作用和效果是完全不一样的 所以呢 有的人为了把这个图形弄得非常好看啊 加进来一堆乱七八糟的指标 结果呢 发现哪里也看不懂啊 花花绿绿的 但是呢 事实上啊 技术指标 技术分析 有时准 有时不准啊 这个大家一定要注意 准呢 是因为历史会重复 人们呢 会犯以前同样犯过的错误 对吧 我们都会 以前呢 我们上学的时候啊 老师总会说 这个事情我跟你说了三遍了 跟你说五遍了 你为什么还是会犯错 这是很正常的 对吧 那么历史会重复 会重演 也是类似的事情 很多人呢 就是总觉得这次呢 就是有点像当年英国脱欧 那么对待英镑也是会怕出现风险 但是呢 大家可以反过来想一下 当世界的所有的这个趋势都趋向于同一个边的时候呢 有可能会发生反转 我记得之前还有人问过这个黄金会不会所有人都是买涨 结果反而是下跌的 但是呢 一定要分清楚历史重演 那么这个呢 到底是取决于它的技术分析 取决于概率 还是取决于刚需 那么买入黄金这种事情呢 算是一个刚需 对不对 或者说是当房价跌到多少时候就会出现刚需的买盘 那么这部分买盘 就是不管你价格怎么变 我都会买 那么我们如果是把这一部分的比例加进来 你再去衡量它的价格的时候就会有新的评估 所以呢 历史会重演是单纯是从投机的角度上来讲的 而不是刚需 投机呀 投资都不算刚需 对吧 我们投资也可以投股票 投什么啊 你说不投就不投了 这不是刚需 刚需是必须要买的 为什么黄金是很多人要必须买的呢 一个是央行啊 因为他们是世界的这个货币规则的制定者 也是信用体系的维系者 所以呢 他们如果是想维系本币不贬值 或者是不过于贬值 必须要有黄金储备 所以呢 他们是刚需 还有一部分人呢 就是资产管理投资公司 资产管理公司和基金公司 国际跨国的ETF黄金 这些都是必须要买的 所以呢 他是有刚需的 那么不准呢 是因为价格虽然重复 但是不会完全重复 谁要是说我知道明天的走势 那我绝对会啊 对吧 我们都把钱给他了 让他去做 只做一天的交易就可以 所以呢 我们连一天的交易 一天的行情都没有办法 百分之百的去判断准确 所以呢 技术分析不会完全重复 很多价格走势 只是四层相识 我们看一下这个 那么其实技术分析 还是有优点的 但是呢 大家不要把它当作一种 必然啊 就是有的时候呢 我们认为A条件出现 那么B自然 必然会出现啊 认为出现这个反转的行情 必然要反转 他其实呢 不是这样的 不会不是说 必然A出现 一定导致B事件发生 啊 只有宏观的 有可能这么做到 比方说 中美真的是谈不拢了 那么下一步就是经济冷战 对吧 再下一步 可能再谈不拢 就可能是南海 就可能要打几仗啊 都有可能 所以他呢 是不停的在缩小这个范围 在提高概率的 但是呢 技术分析上来讲的话 他的概率永远都是不确定的 对吧 所以呢 你下一次 他哪怕上涨 他绝对也不是因为 我们的技术图形啊 是到达上涨 而是因为他的那个时间节点 他的资金的供求关系 还是让他上涨 或者是下跌的 如果没有外界改变 目前的资金的一个能量的话 就是买涨和做空的数量 如果是均衡的话 那么价格就会维持不变 就是这么简单的道理 谁也不会说 我今天我买涨黄金啊 结果黄金一直横盘 啊 我觉得那我做空吧 我也开始做空 很少有人是这样的 往往呢 大型的机构呢 都是根据一个消息 进行一个战略上的调整 或者一个短线的交易上的调整 没有消息出来的时候呢 大家的资金 或者是大家的仓位 就是不动的啊 像我今天就没怎么动 因为没有什么特别大的消息 或者行情出来 那么第二呢 就是以为技术分析 是能够预测反转 抄底逃顶的啊 预测这个事情呢 是没有办法去 通过技术分析上去判断的 我们呢 只能说是 把它过去的一个走势 复制到未来中存在这种可能重复发生的概率 那么在我的投资模型里面啊 大家应该非常熟悉 一会儿我也会给大家讲 那么技术分析只是我们投资策略或者投资逻辑 投资的这个啊 这个叫什么逻辑里面啊 的一部分啊 并且是一小部分 作为一个参考 啊 我刚刚也有一个PPT上面写了啊 像那些技术分析的图啊 他们做金融赚钱 还没有卖书赚的钱多啊 所以大家一定要知道这一点 就是你真正的是做交易 做操盘 做这个基金管理 那么跟卖书的卖技术分析的人是不一样的 那么当然了 你不排除有顶级的人物 他是既能写出非常有强 有力的这个逻辑的书 或者是K线技术分析 也能够把操盘做的非常好 非常的出色 但是呢 可能他用一个这个技术指标用的很好 能赚钱 但是同样一个技术指标 我们拿来用可能就不赚钱 啊 这个概念是有的 因为同一个班级出来的学生也有啊 100分 也有考灵弹的 这个都很正常 所以说呢 大家不要把技术分析认为是百分之百的 他是作为自己参考 并且呢 要结合不同的产品 自己的性格 以及自己的资金 资金实力也很重要 我们如果有一万块钱 我们用不了任何的太好的策略 那么如果我们有十万 我们可以用几个不同的策略 如果有一千万 我们可以甚至用马丁格尔这种非常变态的啊 非常强有力的去赚钱的这种赚钱机器去做交易都可以的 只要你提前把这个风险设置好 所以呢 金融市场上有很多的很多的策略可以使用啊 那么这个呢就是我们也讲过很多次的金融投资的一个逻辑 在任何市场上包括房市啊 包括我们甚至以后上上学这个孩子上学去选专业的时候都可以此为作为参考 为什么孩子上学要也可以也可以拿这个做参考呢 比方说政治稳定性 政治呢 哪个党派在澳洲上上上这个上任 绝对是对澳洲的经济和澳洲的这个产业规划是完全不一样的 比方说之前呢 有有的这个人会说啊 让澳洲的留学生这个数量降低啊 留学生数量降低 那么就会减少海外留学生进来这个市场 或者说是增加某一个行业的难度啊 或者有工会 某一个行业的工会是特别的自我保护意识非常强 那么这些呢都是政治领域的 所以呢小孩子如果是要考高中了要上大学了 那么这个时候呢政治是非常重要的 你要选哪个行业 因为政治会决定行业发展 像中国对某一个行业的大力支持啊 搞生物制药的觉得给你全年免税啊 或者是十年都免税 那你当然赚了或者就很开心 还有呢就是经济上和央行里面 央行呢也非常的重要 他能够决定 人为干预经济的一个能力 如果人为干预 我们知道现在央行是把经济下滑的周期往后延了 所以呢如果我们要赚钱 这几年赶紧抓紧赚啊 越往后这个经济可能下行的越厉害 或者是恢复的越慢 那么再往后拖的过程中 假设我们的孩子是今年毕业啊 那赶紧找一个什么类型的工作 你还能再趁机做几年 如果当经济不好的时候 哪些行业是不能碰的 这个我们都可以跟他讲 那么经济是如此这样啊 就是大家做一个预判之后 哪些行业是不能碰的 哪些生意是不能碰的 如果是这个市场的生意饱和了 行业饱和了 就让孩子提前准备一个未来啊 十年二十年能够稳定增长的 这些行业或者是职位去做 那么时间啊空间概率 对于交易上来讲的话 K线图我们说的技术分析 只是作为时间过去时间的一个展示 时间还分为两部分 一个是过去一个是未来 未来呢我们都知道看一些数据和报告 所以呢K线图的技术分析 只作为我们整个六项投资策略 央行政治经济时间空间概率里面的 六分之一的二分之一 就是十二分之一 作为时间这个板块里面的 过去已经发生的就是K线图 所以技术分析只占我们投资策略的 十二分之一的重要性 当然了如果你你就是说只做短线 那它的重要性可以提前 为什么你可以考虑政治 不考虑央行不考虑经济了 对吧因为短线不需要考虑央行 不需要考虑经济 对吧不需要考虑太德国的政治 因为短线那么短线看什么呢 短线就看时间空间和概率 所以呢这样的话 我们的这个K线的重要性呢 可能就从十二分之一变成六分之一 甚至是三分之一 所以呢长线和短线 它的重要性就是这么来的 如果我们做长线 那么K线图的重要性就不是很高 很多人赚大钱的股票上呢 或者是像买茅台的这个林园 那他就是从来不看K线的 他只看关系公司 因为他一拿就是拿十年 二十年三十年的周期 那么空间上很简单 就是上涨和下跌的空间 像英镑这种价格啊 一点二零 就也是因为他下跌的空间太有限了 大家总不能觉得他能比美元便宜吧 那么再往下跌 也就是最多就两千点 所以呢 这个空间非常有限 还有空间有限的比方说石油 比方说黄金在一千二一千三的位置 比方说 澳元对纽币一点零三 一点零四一点零五的位置 那么都属于空间下跌的非常有限 最后呢 就是概率上我们结合这个消息和 其他的一些基本面啊 技术分析来做 技术分析呢 其实呢 有一些支撑的作用啊 那么就有点像国家的宪法 看起来没什么用啊 但是呢 他有几个假设 或者他衍生出来的交易系统 结合起来却很重要啊 交易系统呢 是什么呢 就是你的投资对象是什么 比方说你选择了股票投资 或者石油投资 或者黄金啊 或者是外汇 或者是指数等等 或者数字货币啊 那你合约的选择的时候呢 你本身的投资对象 导致的交易系统会完全的不一样 资金管理也是不一样的 比方说股票 我们可以用两倍的杠杆去做 三倍的杠杆去做 但是外汇呢 可以用十倍的杠杆去做 但是黄金呢 啊 就可以用五倍七倍的杠杆去做 所以呢 他每一个不一样啊 大家已经要注意 在资金管理上绝对是不一样的 我们的账户呢 是所有的产品都合在一起了 那么这个时候呢 如果我们投资的产品比较多 如果我们当天不结 不结清的话 这个东西比方说 我要拿石油 拿半年啊 一直等到他涨到66块钱以上 那么我就要做资金管理了 那么止损设置是什么事情呢 就是当我们的交易策略是短期的啊 或者是我们是以价格导向 比方说石油跌到50块钱 我就止损离场 但是呢 我觉得跌到50 应该是一个更好的进场机会 那怎么办呢 那我们就在第一个价位买的少一点 那么就不设止损 也是可以的 比方说我有一万块钱 我买不设止损 那最多100桶也就跌到底了 也就5800美金 啊 所以说呢 你的风险 设定止损的风险 是来自于你开单 开单的价位和开单的数量 以及你持单的时间 啊 这几点 那么交易方法呢 就非常多了 所以说呢 你把之前啊 交易的逻辑再转化成具体的执行 交易执行系统里面 所以呢 大家可以根据这个自己的情况去判断 好了 以上就是这个啊 PVT的一个内容 那我看一下有没有一些其他的问题啊 怎么运用杠杆 其实杠杆的内容已经讲过很多遍了啊 咱们如果是像买澳洲的这个大盘 对吧 澳洲6600点 现在啊 6600七十四点 如果不用杠杆的情况下呢 我们买一张澳洲的指数合约呢 就是需要6600七十四美金 大概是1万澳币 那么1万澳币能赚多少钱呢 赚的非常少 他顶多也就涨到67006800啊 所以1万块钱 我们可能持有了几天就赚100块钱 但是他的风险呢 他又不可能跌到零 对吧 他也不可能从6673点跌到零 那澳洲股市就没了 那么他也不可能跌到3300啊 跌一半也不可能 他目前的今年呢 最多也就是说跌到了5800 所以呢 我们目前能够看到的就是啊 澳洲的这个股票指数 是全球目前我认为相对比较稳定的一个指数 啊 非常稳定 那么这样的一个走势出来之后呢 大家可以看一下 他也是一个出在一个上涨的通道里面 那么这个时候我们用杠杆来做的话 只要我们的杠杆的资金能够支撑到这个位置 5800啊 或者5900点就是非常好的 那么我们再往下移一移 啊 这个是5400点 所以呢 我们从现在的6600跌到5400呢 最多每一张合约呢 就亏1200美金 所以呢 我们用1万澳币除以1200美金 大概是1600 1700澳币 所以呢 我们可以用6倍的杠杆 大概就这么来的啊 所以说呢 我1万块可以买6张这个合约 那么从66007涨到了67007 那么我就赚600块钱 而不是只赚100块钱 就放大6倍 同样呢 如果我们手里有股票的话 我们可以做空澳洲的这个指数 因为现在比较高嘛 存在一定的系统性风险 我们也可以做空 那么做空之后也是同样的道理 所以呢 杠杆的意义就是这么来的啊 我们认为他不可能涨到7000点今年 那么在未来的两个月呢啊 我们就做空之后呢 他最大的风险涨到7000的风险呢 就是6676和7000的一个差值 就是324 324呢 再乘以6张合约 对吧 就大概是啊 1800多美金 2000美金 就是这样的一个风险啊 也就是3000澳币不到 如果股票要做空 股票要做空的话 其实也是一样的道理 股票如果比方说是afterpay啊 最近很多做空afterpay的 我们在这里找到afterpay 然后呢 拉过来之后呢 会发现 对吧 他两天跌的非常惨淡 其实呢 大家肯定很多人都想到了 最近要做空afterpay 那么昨天啊 是36块钱跌到了34块钱 今天从34块钱跌到了31块8 啊 三天的时间 前天还是37块 37块最高点掉了 先31 跌了20%将近 所以呢 跌幅还是非常大的 如果我们用两倍刚刚来做的话 那么就是赚了40% 对吧 赚了还是很多的 那风险呢 最大的风险就是说 从37块钱涨到70块钱了 啊 涨了一倍我们就完蛋了 就赔死了啊 所以呢 只要觉得涨不到70呢 还是安全的 那我们用杠杆之后呢 就是涨15块啊 16块17块这样的一个幅度 那么加上37加上17的话 450要涨到50多块 我们才会有风险 啊 那么这个呢 就是股票一样的道理 一样的用杠杆的道理 啊 有人说土耳其里拉和欧元不停在涨 土耳其还在打仗 怎么办 我们先看一下 呃 EUR TRY 那么现在的价格呢 大概是6块5左右 那么从6块1毛6最低点啊 目前的最低点涨到6块5 大概涨幅是多少呢 不到10%啊 我算一下大概是4毛钱的涨幅 大概是6%左右 对吧 我们知道这个产品呢 我们其实呢 主要如果是要做空的话 他的呢 是为了赚这个利息 如果我们的进场价位不好的话 那么今年呢 他最多能上涨到哪里呢 他的前高是到7 对吧 前高是到7 目前呢 正在处在上涨通道里面 因为这个政治形势不明了 那么现在呢 假设我们是啊 最非常非常惨 在最低点做空了 那么到现在呢 是亏6% 那么我们计算了一下他每年的利息呢 大概是17%到18左右啊 因为欧元对土耳其里拉或者是161718这样一个数字 如果今年啊 他贬值16% 我们就开始亏钱了一年里面啊 如果他到明年的今天还回不来的话 那么现在呢 是6块5毛3 我们假设进场价格最低是6块2 6块2 乘以一啊 百分之16啊 1.16 那么就是7块1毛9啊 所以说呢 如果持有一年的时间里面呢 到7块1毛9 我们才会发生亏损 如果你的策略呢 是啊 比方说不贪心啊 那么在最低点 假设我们有1万块钱的时候 在最低点呢 我们做空0.01啊 分梯度 这个位置 假设啊 运气非常差 但我觉得很难有人在一个W底的位置做空吧 假设是这个位置做空啊 就是送给大家的一个利润 那么在这个位置 对吧 我们还可以再做空一次 为什么呢 因为这个位置是有交叉点的 对吧 在这个位置啊 两个一个W底就形成了 那这个是W底的 这个W的中间的那个位置 是一个阻力 就是在6块4毛5的位置 还有哪个地方也可以做空 还有这个位置啊 也可以做空 对吧 这根红色的线啊 不太清楚啊 有点花 大概是6块6毛6 我呢 就在6块6毛6挂的单 挂了空单 那么还往上呢 就是到了7啊 所以说呢 如果我们未来呢 会挂这三个单啊 6块4毛5 6块6毛6和6块9毛5 或者7啊 我们就要计算一下 如果涨到7 我们会亏多少钱 计算好之后呢 他如果上去了啊 再下来 我们都是赚钱的 他如果一直往上走啊 涨到7以上了 那基本上土耳其就崩爬了 那么涨到7以上了 我们就要看一下 我们到底是 能不能一年以内啊 涨到7以上 存不存在这个可能性 那么假设存在这个可能性 我们最多亏多少钱 比方说他半年涨到那了啊 半年我们仓心呢 只赚了8% 但是呢 他价格已经是跌到了16% 所以我们亏8% 亏8% 假设我们有1万块钱 我买1万块钱的 土耳其这个0.1手 那我就亏8万块钱 所以完全是能计算出来的 大家只要做好计算了 其实金融就是个数学的东西 你无非是加了一些宏观的分析和概率 把它的方向上 在方向上做一个判断 资金管理永远都是数学 简单的数学问题 我再往下看一下 nsx指数 为什么是美金计算的 不好意思 可能是说错了 是这个澳元 不好意思 是澳元计算啊 因为大家可以看一下 这个discrimination里面 他们有这个margin 啊 currency和profit currency profit currency的话 是澳币就显示了 每赚一个点呢 他就是一澳币 这个给大家计算 啊 更正一下 啊 那么这个呢 就是比方说是加拿大啊 profit呢 就是欧元 啊 比方说德国 我们看一下德国的这个呢 啊 也是欧元 对吧 所以呢 基本上是跟你这个产品啊 所在国啊 像这个呢 美国的wallstreet 其实倒是 就是道琼斯指数啊 就是美元计算的 啊 然后呢 这个香港恒生 大家看一下 香港恒生就是港币计算的 所以呢 这个跟大家纠正一下 好 我来看一下 大家有没有这个一些问题 好 没有其他问题了 那么现在应该是黄金价格下行四美金日内跌付百分0.3啊脱欧协议已经完成了 所以呢 大家看到 就是说 嗯 金融市场里面啊 现在对消息的敏感度非常高 啊 大家可以看一下 这是 啊 英镑啊 英镑 所以说呢 这种时候呢 啊 你就可以稍微追涨一点点啊 因为已经涨了 我们刚刚因为看到这个消息已经晚了 如果我们是坐在电脑前的话 那么这个消息出来第一刻我们就应该反应追涨进去 因为你判断出来这条啊 这条消息脱欧协议已经完成对英镑的影响是有多大 17点29分英国每日 并呃编辑这个发生脱欧协议似乎已经完成了 啊 基本上这是几分钟前295分钟前 所以呢 大家可以看一下你这种时候这个行情不可能太小的 对吧 那么你就算五分钟前的话也是在1.286啊 你至少要拿一个15分钟的行情对吧 两个15分钟啊 大家看一下这个行情不可能很短就结束的 因为这个行情呢 是决定了英国脱欧结束的这个确切的一个消息 所以呢 大家可以现在啊 非常刺激的在看着啊 看着这个走势的上涨 所以呢 这个行情是非常大的 也是政治方面决定的啊 政治层面决定从1.282涨到1-292是很正常的 100个点对吧 大家可以看一下自己手中的英镑是不是又赚钱了啊 那么在短线交易的时候呢 像这种突发的交易机会呢 大家一定要就是说有能抓住就一定要抓住啊 这些呢都是摆给大家送钱的 基本上 另外呢 随着英国脱欧的稳定性确定了 那么股市肯定是上涨的啊 一会儿给大家再看一下股市股市的变化 石油呢 也会上涨 对吧 刚刚也说到了这个股市呢 和石油基本上是啊 一一相关的嘛 一一映射的 所以呢 我们在啊 英国这个脱欧的事件 回过头来 我们再看一下石油在一分钟上的走势啊 我再缩小一点跟刚刚的英镑对应起来 是不是也是上涨呢 对吧 从英国脱欧呢 到现在也是从58块7毛4直接上涨到59块1毛5啊 石油也是上涨的 我们再看一下指数 股票指数绝对也是上涨了 对不对 也是上涨的 只不过呢 有一个快和一个慢啊 比方说我们英镑没有反应过来 啊 达成协议了 对吧 现在都蹭蹭往上面跳 那么我们看一下英镑呢 是在什么时候开始上涨的 这个时候对吧 英国这一根线是10月17号平台时间12点26分开始上涨啊 那么我们再看一下美国的这个是多长时间 对吧 12点26是这一根线对吧 那么美国的这一根线没有上涨 那么是在下一根线上涨啊 27和28上涨的 对吧 那么这个时候呢 也是不到27000点 而现在呢 已经是27100点附近了 那么再回个头看英镑啊 英镑的反应是快的 对吧 所以呢 这个行情是英国带动的 那么我们同时看一下英国的股票指数上涨0.95 啊 0.9 对吧 第一条信息上涨0.9 所以呢 这些消息啊都是联动性的 假设我们发现英镑出现运动 然后呢 有可能脱油协议达成上涨 那么马上如果我们现在没来得及买英镑的话 觉得或者觉得英镑已经涨了 马上跟涨其他的 并且呢 这个时候千万不能做空啊 谁做空谁死啊 会会亏的比较惨 因为这种级别的行情啊 不会说是 有这种特别大的做空再跌回来100点 不太可能 对吧 因为是一个方向上的一个完全的确定 所以呢 以后如果是有类似的 当然了 我们在讲课啊 这个生生的错过了一波这么大的一个行情 按照我的这种 啊 交易风格来讲的话 这一波应该交易量会比较大 因为我们第一时间就能够分析出来这个消息的重要性 这个影响程度绝对会超过100点啊 对吧 当我们发现政治事件是100点以上的一个行情之后 当他才我们看到消息假设是这个28分的时候看到了消息才上涨50余点啊 我们绝对是可以追涨的 并且呢 即使追涨完也不要轻易返向做空 政治上一旦是某一个事情确定了啊 就不要轻易的 另外呢 在股市上我们在17.06的时候呢 当然了澳洲时间已经是晚上8.06 网课刚开始的时候呢 人民日报发表了中美双方在新一轮高级别磋商之后 双方贸易团队新一轮的协定 所以呢 今天晚上指数啊 美国欧洲基本上可能都是上涨的 那么就是看到这些信息 所以呢 大家反应啊 如果是要快啊 这个大家看到现在也爆出来了 欧洲股市德国股市暴涨0.87啊 啊 整个欧洲都是在上涨的 所以呢 我们其实呢 要提前的啊 发现 或者是发现了 我们要抓住啊 如果没发没发现到英镑了 其他产品有异动也要注意到 对吧 千万别做空啊 这个大家说这个行情会非常的大 所以呢 如果是我们遇见了这种机会的行情啊 就是大胆啊 大大不往前卖 那么如果是到了比方说100多点之后啊 我们就可以收手 那么如果是出现比较大的像现在这种震荡的话 如果我们仓位很重 一定要设止损啊 千万不要让自己的这个获利 因为出去了 如果出现这种行情就证明了 可能是出现问题了 所以呢 我们就不能再继续的大量的资金 所以说呢 刚刚如果是我们在这个位置是0.5 或者一手这样的级别呢 在这里就要减掉减掉0.1 0.2 整体的策略呢 还是一样的啊 我们可以比方说他在洗盘的这种过程中啊 我们看一下到底是能够震荡到什么的地步 其实我觉得有时候看这种行情比看看这个世界杯还要刺激 现在基本上他是在讲话期间所以会比较震荡啊 要发表讲话了啊 也说所以呢 这个时候欧盟首席脱欧谈判官将在这个时间发表讲话 那么讲话 大家做过那么多的交易之后 应该会发现讲话期间的这个行情不是那么好做的啊 因为他讲话说不定哪一句话 就让市场发生了怎样的一个情绪 所以呢 这个时候呢 我也来做几单啊 当然了 这个我是比较看涨了 当然大家不一定跟着我啊 说不定他就下去了 所以呢 这种时候基本上呢 就是如果我们不管做涨还是做跌啊 短线交易的话一定要设一个止损 比方说如果是我的话 我可能会设在整数位1.2900啊 然后买涨啊 如果运气好的话啊 现在我已经下完单了 那么我看一下走势啊 现在是比刚刚要稍微好一点的表现 这个时候呢 我们电脑上还有功能叫training stop training stop是个什么概念呢 就是说如果价格上涨啊 他会一直赚钱 如果价格下跌了 即使当我们啊 是赚钱的时候 他就会帮我们平仓出来 如果大家觉得目前硬帮这种振幅啊 心脏不是很好 心跳太大了 那么大家就可以参与为主 参与为主是什么意思呢 就买个0.01 放在那让资金去上下去游荡 如果是纯未赚钱来讲的话 那么到现在这种行情呢 大家算一下 从1.281到1.299 最高冲到接近1.3的位置 他已经上涨接近200点了 政治行情到200点呢 其实他的第一波上冲的动能就已经消失了 那么我现在在等的呢 就是第二波的上冲的这个动能 就是他可能但是会存在风险 什么风险呢 就是他讲话的过程中带来的风险 所以呢 就会一定要设一个止损 就不能用trading stop了 像刚刚的这段行情呢 是一个单边行情 对吧 因为是刚出现一个脱欧的一个事情 所以说分手 结束分手啊 程序并向前推进的这样一个过程 并且英国首相也表示支持协议 得到了一份新的协议 基本上呢 短线交易就是这样的啊 比较惊险刺激 但是呢 也充满了诱惑 一波行情呢 可能就是上百点 在此前呢 英国的英办方面啊 我们也是曾经多次直播这个行情 大概是一两百点的一个波幅 所以说呢 如果大家觉得震荡太大 两个办法 一个呢 就是少量参与进来 第二个呢 就是买其他的相配套的产品 像这个石油啊 像指数 对吧 所以呢 如果你对行情把握的不是很准啊 不是很准的话 就少量的体验一下 像我们的话 可能就是说 会把一个行情分为两段来做 那么第一段呢 就是短线 第二段就可以是长线 啊 大概是这样的一个策略 比方说现在啊 我刚刚进场订单已经是赚钱了 那么赚钱之后呢 啊 你就可以把短线单 设一些 吹凌stop类似的事情 或者是把它的止损上移 那么长线的话啊 我就可以拿到他讲话结束 对不对 因为单字小长线啊 亏损也不是亏很多 那么这个呢 就是实战方面的一些即时的消息 对我们投资的一个影响 以及操作 因为英镑 他的这个汇率啊 比奥币要高很多啊 所以说呢 他的0.01相当于是别人的0.02 他的一手相当于别人的两手啊 这个情况大家要注意一下 英镑对澳元或者是澳元跟着英镑 他其实是因为英镑影响了美元 影响了世界的这个经济的一个预期啊 所以说大家看一下英镑的走势跟美美国的这个走势啊 很相似对吧 跟指数的走势很相似 所以说呢 其实产品之间的影响都是相互的 对吧 这是石油的啊 我把它放大一点 都很相似 我把都是放大到最大啊 这样的话大家看对比比较清楚一些 这也是啊 这是英镑 这是石油啊 我们看一下英镑石油 然后呢 这个是美元的美国的这个股票指数道琼斯 所以呢 这个时候呢 我们就要把它三个放在一起啊 如果是自己会调个小窗口可以放在一起 对吧 三个走势基本上是一样的 只不过呢 美国呢 是在二二四六 六分钟前就下跌了 英镑呢 是在二二四六 也是六分前 六分钟前 而英国石油呢 是在三分钟前 那就证明石油是最滞后的 对吧 那这个时候 哎 石油又涨了 那是不是英镑也涨了 英镑没有涨 那么这个时候呢 就大家要发现一下啊 是不是石油是一个相对滞后的啊 因为石油呢 受的是一个经济周期的一个影响 它的周期相对比股效还要长 股指可能今天涨明天跌 但是石油呢 啊 它影响石油的这个供求变化 可能没有那么快 它存在一个这样的一个之后 啊 大家看这个英镑又上来了 那么石油是不是也会上来 啊 他有一点的之后 如果英镑创新高了 那么大家看美国股指啊 走得非常的明显 所以呢 啊 比大家去这个赌场 看赛马啊 或者看球我觉得要来的好玩多了 那么基本上今天晚上的第一波行情就结束了啊 之后可能还会迎着这个晚上美股的开盘 美国市场那边震荡了 英镑可能会加剧震荡 那么震荡行情的做法呢 就是逢低买入 逢高卖出 跟单边行情就不太一样了 好了 这个以上呢 就是我们今天的这个内容啊 所以呢 如果大家啊 还是要交易一下英镑 还是要设止损 如果是今天晚上 比方说做一个交易员来讲 他连续错了三次啊 三次都止损出场 我认为今天就应该停手啊 就不要再做交易了 可能今天我们状态不对 或者是机会机遇不好 或者是运气不好等等成分啊 那这个行情跟我们无缘 对吧 有了钱我们能赚 那么有了钱呢 啊 我们就赚不到 所以呢 英镑啊 对英这个脱欧的事情 对英镑的短线冲击是最大的 但是持续后发酵的这个影响呢 可能就是股市和市有 所以这个逻辑 大家只要是能搞明白 我觉得今天晚上就是有收获的啊 大家也可以对比一下 盯一下啊 英镑是不是值得买入啊 那么如果是买入前方 是不是可以设在一点零啊 一点一点三啊 这样的一个位置 整数位会不会再上冲一下 都是有这种可能性的 好的啊 以上呢 就是我们今天的全部内容啊 感谢大家的收看 另外呢 如果是大家想要了解更多的资讯啊 随时和我们啊 联系和沟通啊 也经常关注一下新闻啊 这样的话大家这个 思维能力才能更加活跃啊 才能很果断啊 就比方说在这个时候 我们就虽然啊 虽然他已经涨了一波 但是我们判定啊 至少千万不能做空 这是第一 第二呢 这个事件的行情至少是100点以上 那么他只涨了50点 那么他还会继续往上涨 这种呢 大家都是比较明确的 那么当这根线下来之后呢 我们发现哎 现在呢 肯定是出问题了 因为下跌速度非常快 我们要赶紧离场短线啊 这根线对吧 所以呢 短线交易就是这样 那如果是到这个时候 哎 横盘了就证明暂时呢 是比较稳定了啊 利空利多的消息都归都消化了 那我们就会发现 哎 这个是这个最低点呢 是1.1917啊 那我们就设一个整数位 可以1.29的一个位置止损 如果买涨的话 那么做空的话 上面呢 就是1.2989 可以设在1.30位置做空 那么这个时候呢 就会需要寻找一个新的方向啊 就跟刚刚的这个单边走势不一样了 如果我们做空止损出来了 今天晚上就建议大家不要再做了 因为整个英镑呢 今天晚上应该是相对比较强势的 好了 以上就是大家今天的内容 非常感谢大家下周二和周四啊 大家有时间 还是继续收看我们的这个网课